跟着彩衣吃起来 但是我们今天是喝 看看我前面有六杯饮品 就知道下午茶到了 今天就是要来介绍 植物奶拿铁 近年来有很多不同的植物奶 非常的风行 有什么燕麦奶 坚果奶 还有豆奶 所以从我的右手边开始 从贵的到贵的 很多家 第一杯介绍的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们的人鱼公主 星巴克 用的是瑞典的欧里燕麦奶 然后再来这杯是西雅图的 燕麦奶拿铁 博朗的 这颜色比较深 它也是使用瑞典的燕麦奶 再来是路易莎的 听说它是用台湾的 艾滋味品牌的燕麦奶 好大杯喔 再来是85度C 它们也有出欸 它们也是用艾滋味的 所以它跟路易莎一样 是艾滋味的 再来这个就比较特别啦 它是全家的 但它的不是燕麦奶 它用的是货购奶 但我们介绍它是因为 它就是很容易买到的饮品 话不多说 我们从星巴克开始 它们是最开始在台湾用 燕麦奶 植物奶 搭配它们的饮品的喔 嗯哼 没错 虽然它是有加价啦 但是呢 因为如果你要取代牛奶的话 燕麦奶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因为它喝起来呢 一样会有这个牛奶的厚度在 它虽然有一个燕麦的味道啊 但是它又不会过度的抢掉咖啡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 手牵手合作的关系 而且它喝起来就是很滑顺 不会那种KK的 我觉得它有把他们家的咖啡呢 再提升到另外一个level 第二杯 西雅图的燕麦奶拿铁 等一下 哇 好吓人喔 它的燕麦奶是直接就是 in your face的那一种 我觉得它有一个豆乳味 它使用的是职人蓝图 就是台湾在地的燕麦奶 所以它的燕麦呢 它是味道更重 这有完全不一样的口感耶 再来再来 喝个水喔 好 火朗的 它一样也是用瑞典的Oatly燕麦奶 因为也是用了Oatly的关系吧 所以它喝起来跟星巴克的滑顺感是一样的 但我觉得差别就在它的咖啡的部分 这也是好喝的喔 再来 这个路易莎的 来喝喝看 它的燕麦奶又跟前面的又不一样耶 一样是滑顺的 它那个色度是在后面 在尾韵的地方才会出来 但是 它跟Oatly它们的差别就是 我觉得就差别在后面那个尾韵 然后跟这个职人蓝图的燕麦奶的差别呢 它就比较没有那个豆奶味 它跟咖啡也是很搭的 再来 这一杯85度C的 一样也是艾滋味的燕麦奶 燕麦 好像 我喝不出 差别耶 给我想一下 我觉得咖啡味呢 85度C的有多带了一个酸度 路易莎的燕麦奶跟咖啡呢 比较像是清解地 85度C的咖啡跟燕麦奶 比较像是表解地 这样才感受出来那个不一样吗 虽然它们用的都是艾滋味的燕麦奶 但是因为咖啡的关系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最后再来就是全家的 这个是厚豆乳拿铁 而且它是跟嘉义荣丁合作的厚豆乳拿铁 这有放咖啡吗 这感觉就像喝喝豆浆耶 它的豆乳真的是非常浓厚的口感 而且也是很滑顺的喔 如果怕咖啡的人就可以选这一杯 因为它喝不出咖啡的味道 就是有满满豆奶的味道 好 这六杯的评比 我个人认为 CP值来说的话 我个人会选路易莎 因为大家知道路易莎的价位非常的平易近人 而且我觉得它喝起来就是非常的顺口 然后又有喝到这个燕麦的味道 如果经济压力还不错 当然就是星巴克的好喝 因为它就是滑顺之外呢 它的咖啡的香味香气也很够 这个是我的首选 那如果呢 我觉得其他的口味大家也很好奇的话 也可以去试看看 我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试新东西的人啦 所以大家一起来喝看看吧 还想要看我开销什么样的产品呢 赶快留言跟我说 然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再开启小铃铛